我幾歲咧 你應該說去減我幾歲 你去減我幾年次啦 啊就是他眼睛不累耶 他這樣做影片眼睛不累 我是很減的耶 我做個影片眼睛就很累 我打掃在保護啊 在保護 哦是這樣齁 你在保護他齁 他就煮好事的 奶昌啊 奶麻啊 奶昌啊 好 我們今天來談 火克金 火克金 前兩週再講 金克木跟金生水 金克木和金生水 金克木如果我們以季節來講 以季節來說 金就是秋天 對不對 現在已經秋末了 你說明天還會熱一點 秋末了 秋天皮膚癢的人 秋天皮膚很癢的人 很多人會去吃藥 對不對 皮膚很癢的 然後就看醫生 然後擦個藥 擦什麼藥你知道嗎 大部分是類固醇嘛 對 皮膚藥還有什麼 類固醇 除了類固醇還有什麼 類固醇其實就是一種 化學性荷爾蒙 就用鋁膜先當 擦那個 那個叫什麼 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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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來 正確給大家一個概念 當季節性的皮膚癢 不要把它當作毛病 季節性的皮膚癢 要用季節性的方法來療癒 秋天皮膚癢就是金克木 金是什麼 在山上砍柴的工人拿著刀子 砍木啊 木是什麼 木就是身體的轉 轉場到身體它就是肝 肝膽 秋天皮膚癢 秋天皮膚癢是肝肌膚下降 然後排毒不出去 為什麼那麼多下降 是因為在脫胎患 不要把它當作毛病 秋天的時候 皮膚癢是在肝肌膚 肝肌膚在脫胎患 假如這個時候你吃了藥 不要太高興 吃了藥 感覺平緩 對不對 明年的這個時候 現在今年被你壓抑的 用藥物壓抑的 明年的這個時候 它會爆發出來 跟明年同時一起爆發 那你就會以為 我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你有沒有得了比較更嚴重的 皮膚病 假如你又在 擦藥或吃藥 它會再抑鬱第二年 再抑鬱第三年 再抑鬱第四年 再抑鬱第五年 第五年之後爆發的 就會把五年來 全部爆發出來 全部奉出來 這個時候這個人一定會認為 我得了什麼大病 蜘蛛疹嗎 對不對 異位性皮膚炎 怎麼皮膚這樣子嚴重 癢到不行 沒辦法睡覺 甚至皮膚抓到潰爛 潰癢 這時候一定會求醫 一定會求醫 所以我們季節性的 季節性的五行一定會太舊換新 金刻木 秋天會相刻什麼 木就是轉場到身體裡面叫肝膽 肝膽的功能是什麼 肝膽的功能叫做解脫功能 運作解脫功能 當解脫功能偏弱的時候 當解脫功能出不去的時候 就是它需要太舊換新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不是吃藥 我可以看到要抵辣金來喝 抵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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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抵辣金來喝 抵辣金 大概2-3次吧 你就要改善你 抵辣金來喝 抵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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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抵知道嗎 從旁路去看 去买黄金蝦、黄金蝦 看你不会黄色的 然后回来测刷 测刷它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可以 沙吐碗之后放在电锅里 外锅的内锅 电锅是什么 放在内锅 内锅的中间再放一个碗 靠一个碗,靠一碗,靠一碗 拖完刷,干干的把它排在旁边 电锅外锅放两杯水 蒸碗跳起来之后 整锅拿出来 整锅拿出来你没有看到拉金蝦 整锅拿出来你还没有看到拉金蝦 你要先把干已经被抽取的 拉的那个血 用湯匙把它摇出来 摇出来干干的那个不要吃 吃拉金的人不要吃拉 知道吗 吃拉金的人不可以吃拉 为什么 因为你吃到肚子里面又被拉吸走了 所以吃拉金的人 你那个拉给别人吃 已经也没味道了不好吃了 金都被戳走了 这个时候你把那个用湯匙 把那个拉全部拿出来 然后你再把中间那个碗 铁碗打开 打开 拉金就跑出来了 知道吗 看一下网络 Google搜寻一下 第一险金 Google搜寻一下第一险金 好吗 Google搜寻一下第一险金 你就会 你看影片就会 好吗 所以假如 假如季节性的贫富氧 叫做金客户秋天的贫富氧 不要吃药 还记得我这笔学期的第几堂课都在讲 每一颗药物对我们都是降低 降低免疫系统功能的 每一颗药物喔 包括感冒药物 每一颗药物都会降低你的免疫系统功能 其实父母给我们都是最好的免疫系统 父母我们出生以来就是最好的免疫系统 但是因为我们渐进式的用药物把它伤害 然后慢慢就下降慢慢下降 又不懂得去赌热乱 不懂得赌功能回来 不懂得赌热乱 所以自然而然就下降 体寒的人容易生病 体寒的人 怕痒的人 不痒痒最容易生病 尤其是大病 都是来自于不流汗的人 或者是不痒痒 不痒痒 同样的 然后再来就是不太运动的 或者营养 营养失衡的 所以 这个还有发言 身体免疫系统下降 来自营养性做不到 胃酸不足 胃酸不足 这个都要注意 那药物一定会杀掉你的胃酸 省一颗药 你就省了免疫系统的下降 省一颗药 好 也就顺便就帮健保 稍微 不想你拿 不需要吃的 叫我跟医生讲我不用 不想吃的 那医生如果评估你还是要吃 那你还是定生的 我是觉得这样子 就不要浪费 好 第二个 刚刚讲到金克木 就是季节性 对不对 然后我上周还 上上周还讲到金生水 我们绕着金再跑 对不对 金生水 金是吗 没有 没有矿物就不会有水 水来自矿物 所以我们的水是有矿物质的 你喝的水一定要有矿物质的水 不要把那个水都过滤到没有矿物质 如果你加个水都过滤到已经没有矿物质 那你的健康堪率 你的体能堪率 因为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体能来自矿物质 你的体能来自矿物质 你的免疫力来自矿物质 你的免疫力来自矿物质 免疫力是什么 大肠 大肠属什么 属金 免疫力就是大肠 第一关 免疫力的第一关是大肠 大肠属什么 属金 金是什么 矿物 所以你的体能来自矿物 你可以少吃肉 但是你一定要多吃矿物 你可以少吃蛋白质 但是你一定要吃矿物质 但是你如果可以把蛋白质也吃得足够 那不就你的肌肉更好吗 你会更漂亮啊 对不对 你的肌能会更好啊 你的蛋白质跟矿物质的合作 你的荷尔蒙会更好 对不对 你的荷尔蒙会更好 你的荷尔蒙会更好 对不对 你的荷尔蒙会更足够啊 人体质素跟荷尔蒙绝对有关 然后延缓自己的生命的那种脆化的老化 就跟荷尔蒙有关 感冒也是荷尔蒙不足啊 容易感冒的人 容易这些文明病的人 都跟荷尔蒙有关 绝对有关 我们血液中的荷尔蒙 还有血液中的钙 这些都是连带关系 没有一样不连带关系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火克经 上次讲金克木 然后又讲金生水 现在讲火克经 火克经 火怎么克经 如果 我们现在来 我用白板 假如呢 我们用以五行来讲 火是什么 以大自然来讲 火就是太阳的 以大自然来说 火就是太阳 太阳功能是什么 太阳的功能就是照耀大地 为什么要照耀大地 大地不就属土吗 大地就是土吗 大地有热能 那大地的土里面是什么 土里面就是矿物 矿物一定藏在土里 土里面就是矿物 所以要让矿物活化 才能够种植出 有矿物质的能量的食物给我们吃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吃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 都来自地底下 地上 长出来 生长长大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 好 大家是不是知道 那个 概念 什么叫有机 有机 有什么叫做矿物 矿物跟植物之间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吃的菜有矿物 不明白 有很多人我不明白 我的矿的青菜 原来是矿物质 我矿的水果 为什么它是矿物质 矿物质有很多种 对不对 有金边的 有石边的 金边的 金边的 我们讲甲 铁 铁 这都是金边的 对不对 钙 铁 这都是金边的 对不对 写不完了 很多了 金边的这些 矿物质 也有石头边的 银 银 银 吸 银 银 吸 银 对不对 好 这些都是嘛 对不对 都是矿物质 差别在哪里 金边的 石边的 明明都矿物 为什么还有石头片也有金边 金 一只刀子也是金嘛 对不对 也是矿物嘛 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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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啊 也是矿物嘛 对吧 然后呢 石头也是矿物嘛 这个微妙哦 这叫做弘妙不素 这叫做微妙不素 比如说钾 钾 钾 我们一个人一天至少到四千七到六千二百 一天当中如果你的钾 吸收少于四千七 连续两天 连续三天少于四千七 你身体出问题 你身体开心 开始出问题 如果你钾能量不足 你的神经系统会出问题 钾能量不够 钾元素不够 你开始很想吃甜的 钾元素不够 你就会开始高血压 血压就不稳定了 长期钾元素不够 血压就不稳定了 所以正常的人不要拒绝吃钾 除非肾脏已经有状况了 才不能吃高钾 正常人要吃足够的钾 你只要现在还健康 肾脏还健康 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要吃足够的钾 你永远不会高血压 永远不会肾脏病 可是 过去很多人因为不知道 所以拒绝吃钾 你有听说吃钾高钾不行 高钾食物不行 他不敢吃太多的钾 所以他高血压 所以他肾脏出问题 所以他糖尿病 所以他吃很多药 因为他高血压 吃了很多药 到最后导致他 得了糖尿病 吃了很多药 最后要洗腎 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吃钾了 刚好是结抗相反 所以钾跟钾是结抗的 钾也是 对不对 钾跟钾是结抗的 你钾不够钾就升高了 钾不够钾就升高了 钾够钾就会被 被怎么样 被制衡 他就会变得叫做结抗 制衡 所以不要怕吃 夹 不要怕 食物里面菜里面 什么都会夹很多 甚至我都介意 现在好像番茄很贵 很贵 120 对 番茄夹很高 120 水果里面那个什么很高 奇异果夹很高 番茄是菜 番茄是菜夹很高 夹很高 所以呢 参参如果番茄再便宜 就参参吃 参参炒一个番茄不是很好吗 番茄炒什么 炒蛋 还有番茄炒什么 炒洋葱炒红萝卜炒 炒青花椰菜炒一盘 不能很好吃吗 对不对 都是高甲 番茄洋葱青椒 然后红萝卜都是切片 还有什么 刚刚那个洋葱青椒 各种颜色五个颜色吧 五个颜色就炒一盘啊 很好吃耶 又假又吃到了 一天要吃一大碗 一天要吃一大碗 假的食物 芹菜炒荒物质 所以各位知道 这些从哪里来 从土里来 那土里从哪里来 从土里的哪里来 必须要维生物 靠什么 靠维生物 所以土里面 当你今天吃的 西瓜皮 木瓜皮 果皮 所有的把它丢在土里 十天后 你再把它翻开 不见了那些皮 那没有皮 变成什么 化为土了 化为什么土 化为有机土了 为什么叫有机土 因为有维生物了 因为有维生物了 什么叫有机土 什么叫好的矿物 什么叫完整的矿物 因为有维生物 有维生物的土 才叫做有机土 所以那个维生物 要把农夫所种的那些耕 菜苗的耕 他吃 吃完之后 他又排出来循环 他吃了排出来循环 不同的维生物 吃了同样的树耕 所排出来的 他不断的循环 就有这些矿物 所以矿物是什么 靠维生物帮我们来循环 再回想一件事 矿物是什么 鸡 矿物属鸡 鸡 大肠是不是属鸡 肺部是不是属鸡 大肠跟肺属鸡 我们肠内有多少 维生物知道吗 我们肠内超过一百兆细菌 一百兆 肠内有一百兆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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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肠内没有一百兆细菌 你就没体力了 因为你连吃的矿物 你也无法正常吸收 那不就联想起来 大地所发生的是在 人体的肠内 人体的五行 怎么会一模一样 只是它不同的形态而已 所以我们大肠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细菌 它就是维生物 土里面有多少细菌 大肠就有多少细菌 所以大肠的细菌是正常 所以要说肠内的生态要平衡 菌虫一定要平衡 肠内的菌虫 大肠内的菌虫生态 不平衡的话 不是拉肚子就便秘 排便会臭 排便会臭 排便如果臭 排便如果臭 肠内的生态失衡了 失衡了就会怎样 失衡了你身体的血液 肝不就是肝酸不就是要造血的吗 可是它需要什么原料 矿物原料 对不对 肝酸是什么属木 木就是栽种在土里 要吸走矿物 那所以肠内的生态如果不平衡 那个肝 你想想看肝是造血器官 它是属木 它所造血的原料 是不是都塞糖 那个血液就会败坏 想像一下 大地跟体内 一样 一样 所以生态要平衡 排便绝对不能臭 排便不可以臭 一定要常常检查 每天喔 这不是一阵子检查 是每天要检查 自己觉得屁怎么臭臭的 赶快补及双勤素 因为肠内有非常重要的三大好菌 要平衡生态 他是警察 第一个重要就是双叉感菌 双叉感菌 他不是义菌生 他不是酵素 他是义菌生 义菌生 双叉感菌 你们应该听过 领非得失菌 对不对 容根菌之类 对不对 这些都叫五酸菌 所以这三大好菌 这三大好菌要平衡 那拿什么好菌 就可以平衡所有的好菌 叫做双叉感菌 也就是双齐素 他管所有的菌 他可以同管所有的菌 同管所有的菌 让这些菌都能够乖乖的 安分守紧 安分守紧 你们安分守紧 不要超越了 你们要吃的矿物 你们想要延伸的循环 你们都自由 但是不要超越了 不可以超越 所以排便就不会臭 排屁也不会臭 懂得知双齐素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人生很多事情 很多时候生病都来自大肠 包括感冒 包括体能 体能不好来自肠菌 不平衡 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来自大肠 因为大肠才是什么 肠子才是一个生态 才是一个生态 等一下 签到菌在哪里 签到菌 所以双齐素非常重要 双齐素一天 如果有状况的话 一天要五次甚至三次 更严重的话 已经有大肠病变的人 一天四次到九次 大肠已经有病变的人 如果排便会黏 已经很黏很黑 那可能一开始 一瓶三天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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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瓶再慢慢拉长 一定排便不能黏 不能黑 除非你吃了什么中药 那是只有几天黑 那是另外一回事 排便不可以黏 黏了就代表 就代表里面 还没排出来都坏掉了 坏掉了肠病会怎样 会腐蚀 对不对 会长虫 你夏天放一盘菜桌上 你忘了说 隔天会怎样 坏掉了 第三天就长虫了 臭了 所以在肠内的环境 是健康的第一个 第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以太阳来讲 刚刚讲到 所以你知道吗 人体还要需要 需要吃哪些东西 才会维持体内的框木 跟我们所吃进去的框木 到底 还要吃一些有剧类的 我刚刚是不是讲框木 比如说像番茄 很多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导入厚 导入厚 导入厚 要吃 但是不是叫你吃很多 导入有没有剧 有 有嘛 泡在厚 要吃 不是叫你每天吃 你也不能天天吃 你也不能天天吃 但你不要拘据 还有呢 比如说 有一些 比如说 纳豆 像那个乳酪 这些都要均衡的吃 不要刻意每天马吃很多 那些都是要少部分 因为我们长类这些框木 跟类似的一样 就是我们需要还有这个菌类 菌类 比如说什么 鲍鱼菇 香菇 菇类 菌类 都要均衡的吃 你知道我们人体呢 为什么 五行里面木火土金水 木火土金水 金就是矿木嘛 可是却没有 险象 木火土金水 没有一样险象蛋白质 对不对 对不对 从以前到现在 木火土金水 没有一样险象蛋白质 但是 木火土金 金就是告诉我们矿木 所以你维持生命靠什么 矿木 足够的矿木 那以前的人生命不是很长 所以也没什么 没什么机会就癌症 四五十回就生命结束了 那现在的人呢 现在的人呢 如果达到七八十回 八九十回 所以才会有癌症 今天躺到这里会顺便好 好多的那个心中有一个感触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 没有什么癌症 没有什么癌症 不要害怕癌症 真的 我觉得现在的医学医疗 到底说这样对还是不对 大家因为想要求更长的生命 所以很害怕 听着说 对了什么 啊 就这样去病症 其实被吓死的啦 有事病死的啦 吓死的比病死的还多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思考人生 到底意思是什么 吓死的比病死的还多 对了什么癌症 没有什么恐怕 本来出生就会死亡嘛 出生的时候就 早就注定什么时候会死亡嘛 只是我们要过什么样的品质嘛 所以不要被 得了什么癌症 就害怕了 我就怕了 有什么 要再开刀啦 要再开刀啦 再开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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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些折痛 然后就我们的生命就去一半了 然后生命品质都不用做 好好的生活不好 假如身上有癌症 假如身上有癌症 被宣布有癌症 你要想看看 会痛喔 有没有影响你现在生活 有感觉喔 有感觉喔 这是第一个重要 有感觉一定要找医生 专业人协助你不要感觉 没有感觉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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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能正常生活 你就正常生活 死大家都会死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喔 很重要喔 好好想一下喔 让你多多少年 再减多少年 对你来说有什么 有什么 你会怎么拿捏啦 够多少十年 跟减多少十年 对你来说 你 你会怎么拿捏啦 好的品质的多活十年 不好品质的少活十年 不好品质的少活十年 不好品质多活十年 好好想一想 没有什么癌症啦 死一定是会的啦 我们现在都离死亡很近喔 我说这样是不对的喔 我们出生到现在 我们离死亡是越来越近喔 不可能越来越远喔 一天比一天近喔 他这样想 一天比一天近 要做生理准备 你一定每天很好睡 你每天起来 我多担一天我很好睡 我现在如果我多担心 对吧 我多担一天啊 我很开心啊 我要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是不是 如果你说 哎呦 我中了什么 不然不知道 打斗了怎么无关 相反了 相反了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态度很重要 态度很重要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大姐 我有一个大姐 她五十几岁得了癌症 得了乳癌 她活到八十几岁 她都没有去做医疗 没有去做化疗 没有 她走了之后 她身上还发现了 总共她身上的器官有七百癌症 她五十几岁被判定是乳癌啊 可是她 她活得很健康 活得很开心 她每天在建柴 建柴 都吃柴柴 柴柴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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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在建柴柴柴 都带孫啊 就是这样子 每天就这样 我都八十几岁 就活到八十几岁 我有一个 我两个姐姐 你第二个姐姐两次 第二个姐姐 你是母癌啊 九年前啊 九年前啊 被她的判定说是母癌啊 然后医生就跟她说 要什么切啦 刮癌啦 然后她就来找我啊 我就跟她说 你有疲惡 有疲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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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检查哪知道有啊 被检查 因为正常检查嘛 检查之后有完 就说 一般啊 就会说 那个照程序就这样做了 可是她问我 我说你有不舒服吗 我就说 还好啊 我会算不上 我让她曾经 因为我来 可能因为有 里面的那个血管被阻塞 这个怎么都 都痛到 膝里疙瘩 不能走 你知道我帮她 贴磁针 贴一百根以上 一包三个弄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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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四个 四个 四个弄到一个 贴在这里 让她能走路 然后不舒服 经常不舒服 你两个礼拜 我帮她刮一次 两个礼拜我帮她拍杀一次 她不舒服就来 我帮她拍杀 刮杀 按压 按穴道 甚至 放血 鼓出血放血 弄掉就好了 像我最近手 还不能太运动嘛 对不对 现在还不能太运动 好很多人 不能太运动 我就 直接帮她放血啦 我就帮她放啊 她舒服啦 过了九年了 那个时候六十一岁 她问我 我说 多活十年 跟少活十年 你计不计较 我问她这一句话 多活十年 这一生当中 我们都会死 我们是姐妹 因为跟我说 我们是群姊妹 所以我才可以这样说 我如果是便宜 我不能这样说 明白吗 如果是我的学员 我绝对会这样说 因为我是群姊妹 我是人 她的名字不是跟我的名字 我们感情很好的 我发现 减多十年 减多十年 你有计较吗 那如果是真的减多十年 但是过于平静 不用人这样跟我们照顾 不用人这样拖滑 有计较吗 想清楚哦 这位有一个青菜市场 我们讲的 而且本人要想清楚 我讲的人也要想清楚 你怎么做 给他一个勇气 你如果减多十年 我们减年减十年 后面我们一天也会减年 我是这样讲 有一天我们也会减年 对 他想清楚了 他没减少 现在过了九年 他要整车 整公司 每个人也这样做 所以我疼苦 我疼苦了 我疼苦了 你当时有对的吗 他就突然也会想 你怎么有对的吗 我会来聊天 你今天有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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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来聊天 我会来聊天 就这样啊 不快不快乐 过了九年 他到现在为止 到底那颗 好了没有 不用理他 他根本不理他了 我已经告诉他不用理他 就一起生活 生活到今生的结束 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同不同意 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我今天课程都特别讲出来 是因为我身边 我看到蛮多人 真的过那样 那样子 割开 熟和 痛苦的日子 我不能跟你们说 拒绝医疗 不可以 每个人的命要自己尊重 自己尊重 但是你要有认知跟勇气 你这一生要很有勇气 而且你要很认知 要很清楚 你这个脚趾向前走 你走在哪里 很清楚 你如果没有清楚 你就被恐慌而死 忧郁症的人比什么像这样 忧郁症比你生病更多 对不对 所以 这一生来说 这一生来说 真的很多话跟你们说 我真的是 可以说 生命到底是什么的 我们每天醒来 用什么样的心情 面对这一分钟 所以我刚刚讲到 那个 营养 矿物 好 举例 举例 矿物 什么叫锡 知道吗 什么叫锡 矿物的其中一种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老师 我要吃多少锡 锡是什么食物才有 你只要不挑食 在土中的矿物 很多的维生物 维生物它排出来的 另外一个维生物吃掉 吃掉它又排出来 另外一个维生物吃掉 这么多种维生物它就会循环 我们才会吃完整的 各种青菜不同的颜色 你可能都听过扁 对不对 吸对你来说比较猛神 所以我特别比较欺慕 你吸不够的话 你就夹断线了 你说老师不是扁吗 扁 扁才会夹断线 吸不够你 重基础也弹不出去 你是很多鱼嘛 海里的鱼 是不是 越深海越有重基础 大家要有概念喔 越深海越有重基础 那你怕吃它吗 你不要怕吃它 因为它同时有重金属 越深海的鱼一定有锡 了解吗 深海鱼鱼有重金属 但是它的锡一定够够 所以你在吃到鱼有重金属的同时 锡就帮你打掉了 同时代谢效 这个叫循环嘛 跟矿物一样的循环 所以你吸吃不过 重金属就会成为你的威胁 所以你要吃一些 我刚刚讲的倒露 牛奶你不要喝低脂的 你要喝高脂 正常的全脂而已 你要吃全脂的 无论你胖或瘦 吃全脂不会让你胖 吃全脂会让你健康 营养才会均衡 然后你可能要吃 东西都要很均衡 鸡蛋一定要吃 鸡蛋一定要吃 鸡蛋现在贵了吗 你还好 像正常的 很幸福的 鸡蛋要满弹性很好 你在煎的时候 煎太阳蛋 鸡蛋 鸡蛋的弹性要很好 弹性很冷 那个才是有活力的 那个K度才会多 K度才会多 K度是什么用力呢 K度就是锁住你的盖子 骨头的盖子在用 不然你晒很多阳光 爬到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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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盖子要帮助 K度才会多 所以 所以锡呢 如果不够的话 重金属 还不出去 还有呢 锡呢 如果过多 你的头发就掉光了 就会一直掉 所以你不能只吃一样青菜 比如说 我是十字花痕不是很好吗 十字花痕 像发现在那里 是抗氧化 绿色的 你也不能天天吃 你天天吃 你就掉头发 因为那锡就够多了 过多了 过多了 你不可以天天吃 所以一定要换一盘菜里面 如果天天都有 你一定要有洋葱 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 你每天都要吃那个青花也在 你一定要有白色的 跟其他颜色 它才能够对面 这样了解吗 这个有关于 这个就 一 火克经来讲 大自然叫做太阳 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叫人体的五行心脏 人体的五行心脏跟小肠 它也是除火啊 心脏跟小肠也是除火 对不对 心脏是五脏之一 小肠是六股之一 心脏是五脏 它叫做气质性 小肠是六股 它叫做功能性 因为它是空心的 心脏是十八的 十心的 十心的器官叫五脏 十心的十八的 十八 十心的叫五脏 五脏是生命的本质 五脏没有一样可以拿掉 拿掉就明明了 六腑拿掉还有明了 只是对五脏来讲 是有写的 健康的 所以五脏是什么 跟六腑是什么 六腑功能性 它就是送货源 过路而已 送货源 你东西给他 他就开始 经过这个空洞 然后他就会开始送 工作做完之后 像胃啊 把你消化完之后 他就要开始送到下一关 然后下一关 他就要开始 他就是 不只做完了 他还把箱子整理好 然后送到这一家 送到这一家 经过路过 他就一直送 路过他就一直送 然后谁要来整理 他是油差 对 六腑就油差 不只是工人 还是油差 但是五脏就要去整理 有货进来了 把它割开 然后看里面是什么 把它摆架子 要开始整理 叫内化 儲存跟内化 就是五脏的事 所以你所吃的东西 为了谁 虽然给六脖工作 但是为了五脏 为了五脏 对 五脏属羊 六脖属羊 所以五脏是藏在哪里 藏在肋骨里 这里是肋骨喔 你摸一下喔 你的肋骨里面 全部都是五脏 心肺在上段 心肺在上段 肝脏 肝属羊对不对 肝在右边 肋骨里面 胆属羊喔 胆就不是在肋骨里喔 胆在右边 肝脏的后端的肋骨下面 你这肋骨最后一根 你摸起来 有没有 骨头 摸得到的骨头 这里不会有六脖 胆属于六脖 它跟肝是连在一起 小小根 可是它是落在肋骨外面 胃呢 胃在哪里 胃属六脖喔 它是空心的喔 两个肋骨正中央叫做胸肩 胸肩的正中央 你说软软的那是什么 皮呢 皮跟胃喔 就不一样喔 皮在肋骨里喔 胃正中央没有被肋骨保护 皮在肋骨里喔 皮在后面 肋骨里面 你摸得到骨头 肋骨 你自己摸到的 骨头啊 骨头里面才有五脖喔 才有五脖喔 好 那你看到小肠 在肚禽周边 有没有肋骨 没有嘛 大肠 对不对 在腹部中间 也没有肋骨啊 膀胱 对不对 膀胱在下腹 骨也没有肋骨啊 还有哪一样 肾脏 肾脏是五脏喔 他一定要肋骨保护喔 所以肾脏在哪里 在后面 在哪里 腰的上面 这个腰在这里喔 肾脏不会在腰下面喔 因为这里没有肋骨喔 肋骨在哪里 从侧面弯过来 弯到后面 一半 你摸摸看你的肋骨 你的肋骨一定到这里 这个要保护到这里 所以这里面就是肾脏 腰的上面 这里面是肾脏 所以股脏是被保护喔 他躲在那里 住在屋内 有棚内的屋内 六腑要在外面做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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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去喔 五脏是不可以的 五脏是十五的 内人喔 所以差别的五脏 好 再这个是火 火 好 一个是功能性 一个气质性 来 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的要问 好 第三个 我们把它转场 火克金 火 好 第二 第一个场 大自然的太陽 第二个场 身体的五脏六腑 心脏跟小肠 第三个火 我们把它转场到厨房 我们转到厨房 厨房的火是什么 就火炉嘛 火炉上面一定要有锅子嘛 火炉的用意就是要烧锅子嘛 锅子的用意一定要装水嘛 不管你是装颗粒的还是一定要有汤嘛 你搭搭的炒汤嘛 一定要有水的东西 你要煮菜煮汤都是要有水的东西嘛 所以锅子叫做金 金就叫做肺跟大肠 肺跟大肠 然后火就是心脏跟小肠 所以我们以五脏来讲 为什么我们五脏六腑 在讲木猴吐鸡水 主脚其实在讲五脏 六腑顺便带动功能而已 我们主脚就在讲五脏 主脚五脏 所以火就是心脏 五脏嘛 心脏 锅子呢就是肺 锅子就是肺 锅子就是肺 当火没有开 火不够足 不够大 锅子不会热嘛 肺没有能量 锅子不热嘛 肺没有能量 水不会干嘛 水是什么 肾脏 水不会干嘛 就是肾脏就不会存精髓 不会储存精髓 就没体力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火就代表这个厨房的火 一样的意思 火不够 就是心脏不够 心脏血液不够 没有能量 肺部就会没有能量 肺部一没有能量 就无法代谢 水液无法代谢 无法塑降 所以当排尿有状况 排尿失禁也好 尿太少也好 排不出来也好 都跟肺有关 还有没有汗 不能流汗的 要运动了 不流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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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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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什么有关 跟火有关 跟钓 火跟锅子有关 火不足 这样的人很容易经常 咖啡手都练练 手脚冰冷 没有汗 汗排不出来 因为汗不足嘛 火不足 锅子的那个锅盖 不会有冒气嘛 不会有冒水珠嘛 火如果滚的时候 锅盖胎的心是有蒸气 蒸气就是人体的汗 不就是汗吗 汗意嘛 火如果不动 是要有汗意 不会流汗 有的火如果太厉害了 锅子会烧掉 所以叫肺热 锅子会烧掉 锅子会烧掉 連穿背就穿不了 肺热 肺热 所以如果火克金 用我们转到季节 假如是季节 火克金转到季节 刚刚讲转到人体 对不对 转到季节 火就是夏天 看一下三十九月的表格 有没有 三十九月表格 是不是有个 附火土精水 然后呢 它的季节就是夏天 火就是夏天 对吧 好 夏天的时候 如果皮肤痒 有没有这种情况 夏天皮肤很痒 夏天皮肤很痒 就是让夏天皮肤很痒 这个时候就不是低血精 不一样 低血精用意就是要 让肝脏细胞重新整合 消炎 对不对 消炎 肝脏没有痛觉神经 可是它会细胞发炎 细胞发炎 它没有办法让你 这个很稳定的过环 很漂亮很棒的秋天 会痒 那是要滴血精 夏天的皮肤痒 就不是滴血精 夏天的皮肤痒 要吃苦的东西 苦瓜 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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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苦茶不是苦茶油 苦茶 苦茶 降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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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薪火降了 好 人体呢 就不会那个锅就没消气了 锅就没消气了 就不会肺热 好 然后呢 那个水就会很正常的 该冒汗的要冒汗 该有争气要有争气 好 来 带来第五个 第五个 第五个 第五个我们来讲到火 心脏属火 主角哦 人体哦 人体哦 的维生系统 最后一道就是心脏 人体维生系统 我们讲说 五脏没有一样可以拿掉 拿掉就没命了 好 然后心脏呢 是一个人如果躺在病床上 二十年了心脏还在跳 这个叫活人 心脏平的这个叫死人 所以它是维生系统 最后一道 关卡 好 心脏 第二个 好 第二个心脏小肠 这个再讲人体五行 现在再讲器官 一个器官 好 第五个再讲器官 心脏是一个器官 这个再讲五行 五行 人体五行 心脏我们现在把它 化成心脏就是一个器官 对不对 西医说 这就不一样了哦 西方医学说 西医治病 没错哦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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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医治病 因为心脏是个器官 器官生病了 要治疗器官 正确哦 对不对 西医治病 中医说 中医治人 中医治人 为什么 中医说人是个系统 因为有五行 心脏有问题 我可能不是找心脏肤病 心脏不只是器官 中医说 心脏不只是器官 心主神智 心 他不只是器官 还有心主神智 心主神智 他不只是器官 但是西医说 他是器官 所以西医叫做切割法 对不对 心脏有问题 西医找心 西医看心脏有问题 就治疗心脏了 然后心脏科 开药给你吃 吃了之后伤了 假如 例如说伤到胃了 心脏科不管了 心脏科你要去看胃肠科 胃肠科看了说 看了说你无影后 我就治疗你的胃 因为我是胃肠科 我治疗你的胃 因为我是胃肠科 我治疗胃 心脏的问题我不管 所以他开了胃药 是不是对你心脏 有没有帮助 获得有没有伤害 他不管 当胃药吃了之后 伤害到 我举例了 伤害到肝 他就肝的问题 你要找肝的意思 或者肾脏的问题 要找肾脏的意思 跟你的胃 跟你的心脏 他不管的 我只顾好你的胃 因为我是胃肠科 我只顾好你的心脏 因为我是心脏科 我只顾好你的肾脏 因为我是肾脏科 你一个礼拜一个人 一个礼拜看三个科 药物吃了多多 有这个吗 然后到底哪个 跟哪个是怎样 是好的这个 坏了那个 坏了那个 这个 不知道最后怎么办掉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有概念 今天来上这一堂科 我真的建议大家要感觉 你是一个系统 你不是一个器官 我们要非常感谢西医的存在 西医的存在 帮我们做了分类医学了 但是你是一个主角 你不能被牺牲了 分类医学有分类医学的好处 但是呢 你一定要知道 除了分类医学以外 我有一个系统在跑 什么系统 五行系统在跑 所以西医是制定的 因为他切割的 中医说我是智能 中医智能 中医智能 为什么中医智能 人是有系统的 心脏有问题 跟小肠有关 不只跟小肠有关 跟什么有关 跟肝脏有关 肝脏的造血不够我用 因为我当然活不足啊 你造血要造够我用啊 你木材不够多 我活要怎么活啊 我活要怎么活啊 对不对 所以 中医说 心脏啊 你不只是心脏 我认识你 因为你还心主神志 心主神志是什么意思 从眼睛可以透露出 他的心理在想什么 西医说 想东西靠这里 思考靠脑 好不 中医说 思考主会靠脑 思考靠心理 今天在座大家觉得 思考靠这里还是靠这里 思考是这里还是这里 为什么这里 告诉我为什么是这里 中医有一句话叫做 脑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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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思 脑受血才能思 脑不受血不能思 所以 古早 古早 我们的中国字 是这样来的 这个思呢 是 这样 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个 头看整的 叫做用心 要用我的心来施 我的心给什么 给脑部血液 我的心脏每一分钟 七十二下要打给你五百 五公升的全身 五公升的血液 要把你打出去 你的脑部要受血 八百磨到七百五十磨 这个当中 你如果受血不到七百五十磨 你就不能不能思了 如果心脏不打血液给你 你能思哦 到底谁在思啊 心中啊 你要帮助脑来思 心脏一定要打出血液 给脑部 脑部跟心脏 才可以合作来思 合作思 思什么 思考 脑受血才能思 不只能思 变长短 别色彩 还有呢 分是非 这个红的对吧 别色彩 黑的 这样夹得比较短对吧 这样比较短对吧 靠底 你说靠眼睛啊 靠脑袋啊 不是 靠心脏 心脏啊 你血液不供应 我的脑四神经的需要 我哪知道这是红的啊 我哪知道这是红的啊 我哪知道长短短啊 而且你讲一句话 对还是不对 我无法思考啊 这句话是 这句话我想一下 这句话好像是 邏辑不对的 脑受血才能思 脑部受血无法思 几千年哦 所以 木 木受血 木受血 能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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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受血才能试啊 木不受血不能试啊 所以 你的心在什么 从眼睛透露出来 眼睛哦 甚至啊 你木受血 这个脸受血 你才有表情啊 脸啊 脸啊 如果你的心脏血液不供 你讲话是没了解吗 你讲话没了解吗 你现在要讲 讲讲 这个一句话 你要讲一句话 你要表情要台上跟台下 你的表情要让人家跟你跟你之间的那种听懂你听不懂的互动 有表情的哦 你的手足舞蹈都有表情哦 你的眼鼻笑几层鼻 几个奏文都有表情的哦 一个脸那个心脏的血液不够 无法让脸部无法让皮肤受血的话 皮肤是讲话 连嘴角都没有表情的 很有意思哦 所以木受血能死 哪里来 心脏每一分钟帮我们打 七十二下 然后呢 送出去五公身的血液 送到哪里 各个墨上 是不是 好 掌受血能过 掌受血能过 指受血能捏 指头 足受血能行 或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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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火 所以心意是病 中意是人 经络至心 经络至心 经络至心啊 为什么这样讲经络 我们肚群被剪断那一撒那 来到地球 第一 第一 第一刻第一秒钟 哇哇哇哇哇 啊 轻易哦 对吧 我们 出生了 才有十二经络 不然我们没有十二经络 哪来十二经络 要跟着十二个月走 一年三百二十五点二五天 所以经络至心 因为心 常 神 因为心 常 神 心 心 心常神啊 原神藏在内心里 心常神 经络说心常神 平常义 肺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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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常魂 肾常魂 五行 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在课的里面其实都有 好像一百二十四页 你看一下是一百二十四页 都有 把它讲完之后再告诉你们正序页 你们回去 有空的话翻一下 就会比较印象深刻 好像是124 我翻一下是不是 124 疾病是透过心灵 透过身体表达 内在的气象 124 心肠神 今天德哥要等一下 教大家拍打 怠慢 怠慢 怠慢一定要被拍打 然后会的人 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你需要别人帮你拍 然后工具 副离子工具 拿点旁边的人 那你需要被拍 或你要拍别人都可以 还有这一次的那个21号 有报名了吗 一定要来 这次我们要